沿边新风霸,机缘巧合升入一队,泰相斯蒂夫,2015赛季刚比亚前锋斯蒂夫加蒙沿边,单赛季17个进球,让他在中国声明确起,同样在那个赛季,韩国前锋和泰军以26个进球夺得中甲金靴,这二人堪称沿足史上最强风险搭档,2018赛季,中歇期才加蒙沿边的民主刚果前锋奥斯卡连续取得进球。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妖人前锋正巧然完成对斯蒂夫和和泰军的超越,加蒙沿边的奥斯卡已经打了四场中甲比赛,首秀客场对石家庄永昌,奥斯卡用速度反越位成功单刀面对门将穿荡进球,第三场比赛对阵没线铁汉,奥斯卡先是打出一记京士道沟射门,随后又完成一个泰山压顶式的投球,随后面对梅卓克家,奥斯卡, 先为朴氏豪卫比,下半场朴氏豪投桃报李,助攻奥斯卡再次完成一个投球,四战四个进球一个助攻,对于一个出登中甲联赛,的外援来说,已经是非常高效的数据, 斯蒂夫当年代表岩边打进四球用了五场比赛,和泰军的四个进球用了六场比赛,斯蒂夫在加蒙岩边之前已是钢比亚国内联赛最佳射手,和泰军更是在亚冠赛场,证明过自己的知名前锋, 而奥斯卡的个人数据甚至在整个网络都无计可查,说他是外援中的无名小卒一点也不过分,奥斯卡的轨迹和斯蒂夫颇为相似,当年绿城将他从钢比亚低价挖来后租借岩边列集, 而奥斯卡同样也是被球探挖到,中国,只是他的第一站就在沿边,经过一年多的二队磨练,奥斯卡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职业合同,同样是19岁亮相中甲,同样是1.82米的身高,同样是能突善射的非洲足球小国出产的前锋,只是奥斯卡比斯蒂夫更壮,就像是个加强版的斯蒂夫, 在踢球风格上,奥斯卡和斯蒂夫也颇有几分相似,速度快,敢拿球敢突破,能玩花火,斯蒂夫的插花脚和奥斯卡的倒钩,都曾被中国球迷记住,脚下技术比较,斯蒂夫更胜一筹,投球奥斯卡更具优势,在比赛历练上,更早成名的斯蒂夫明显,要比奥斯卡经验更加丰富,在生活中,斯蒂夫比奥斯卡更开朗, 斯蒂夫在炎足效力三个赛季,一直是队内的开心果,而奥斯卡英语一般更多的是说法语,性格也相对内向,但在如今这支炎编队中,因为有太多同龄球员,奥斯卡并不寂寞,队友也慢慢开始,喜欢上这个那俩的大男孩,奥斯卡其实也挺好相处的,大家训练和休息时也开开玩笑, 2017年开春,奥斯卡在老乡佐拉引荐下来到炎编持训,之后他一直随炎编二队进行训练,因为外援身份,他不能代表炎编二队出战正式比赛,但奥斯卡很能沉得住气,本赛季间歇期炎编赴德一线队前往塞尔雷亚集训,奥斯卡也出现在贝尔格莱德,但他是在俱乐部安排下前往塞尔雷亚联赛 在寻找踢球的机会,只是机缘巧合与一队集训,时间重合,然而幸运就在这时眷顾了奥斯卡,因为扎伊尔集训时训练态度,不积极加上旧伤位于右天心伤,朱帅普太下对他非常失望,于是俱乐部负责清训的主管,向普太下推荐了奥斯卡,结果在贝尔格莱德训练期间的三场热身赛, 奥斯卡打尽两球,普太下眼前一亮,这就是目前炎编队最需要的那种前锋,随后,俱乐部紧急与奥斯卡完成签约谈判,并办妥手续,在夏季转会截止最后一天完成注册,炎编复德又淘了一个宝,这几乎是所有人看了奥斯卡四场比赛表现后的说法,因为之前的斯蒂夫,奥斯卡正在被炎编球迷寄予厚望,外界千万不要 要捧杀,奥斯卡还年轻,希望状态起伏使大家能宽容一些,看到媒体和球迷在夸赞奥斯卡用了神风这样的词汇,俱乐部清训不得人忙着降温,当然,也有球迷担心奥斯卡一旦成名,会不会像斯蒂夫那样出逃,对此言足高层表示奥斯卡目前的所有权完全归属延边,职业合同也是在专业律师团队指导下签署的, 奥斯卡在专边已经呆了快两年了,培养他就是要让他帮助专边进更多球,绝不会让他成为第二个斯蒂夫,运营人员,马文精MZ012 4